荒野求生后我翻红了 我是娱乐圈名声最臭的女星 公司给我接了一个野外求生综艺 让我务必做天做的 衬托他们钢签的国民闺女 但我们刚到深山就跟节目组失联了 综艺变成了真的荒野求生 我在荒野搭木屋 打山机 抓鱼 过得逍遥自在 而那些完美偶像们 为了生存破口大骂 争抢物资 人设大崩 后来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隐藏摄像机 每天都在现场直播 200万不能再多了 300万一分都不能少 贝兰 你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什么误解 你现在名声这么臭 公司给你接这个综艺 你该烧高香了 怎么敢要价这么高的 我名声这么臭是因为谁 因为不赔酒 公司买营销说我耍大牌 眼睛发言 说我对前辈翻白眼 背同公司男艺人骚扰 我冷脸 被说成打压新人 这梦江你来了 都得被说成恶意破坏国家建筑吧 我淡定的喝了口水 看着公司高管 只是参加的综艺200万的确可以 但是我要在综艺里抹黑自己衬托余威 这是另外的价钱 大概也是想到 我还有两个月合约就到期 高管思埃想去还是同意了 跟公司签完 荒野十天十夜的合约后 我哼着哥走出公司 我都打算好了 等合约一到我就退圈 先去沙中密林走一趟 点我都看查好了 想想就亢奋 出道前 我是一个不露脸的野外求生博主 在某站上有一个百万粉丝的账号 每年两次去荒野做求生直播 还算小有人气 后来逛街被星探挖掘 进娱乐圈受了两年罪 我早就手痒了 这么痛快 接下这个综艺 就是看动式的求生题材 闺蜜给我发消息 让我看热搜 我不用看都知道 公司开始营销了 我要跟新近国民闺女余威 一起参加综艺的消息 已经成了热衣 评论区呈现两集 一集夸余威的 啊女儿好棒 跟陆明身上一个综艺啦 SRDS这个综艺 好像很可爱 心疼女儿 威威加油 一集骂我的 这姐资源这么好 上辈子就老板命了 看到他我真的忧了 能不能换人啊 被绿茶参加求生综艺 他不害别人 就算不错了 离我女儿远点啊 我气定神闲的苗里眼评论 闭眼开始午睡 很快到了综艺录制那天 我们做直升机 到了一座轰岛 节目组检查了我们的包裹 把所有吃的都没收了 每人只发了一瓶水 余威把私藏的薯片交出来 对着摄像头 可爱的跟薯片告别 小薯片 姐姐会想你的 我不动声色的收回目光 不用看都知道 播出后弹幕都会夸他可爱 余威惯会这一套 一共五个艺人 除了我跟余威 还有三金影帝陆明生 两个男团成员李青 方承安 冤家陆宅 李青就是骚扰我无果 最后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后辈 现在是炙手可热的新人偶像 他一见我就热情的来握手 我装没看见转头就走 又得挨骂了 但姐都要退圈了 根本不care 第一个任务 要我们独自走到荒野驻扎点 行李暂时交给工作人员 出发前 我还是拿了一把瑞士刀以防万一 陆明生在我拿刀的时候 看了我一眼 然后拿了一个打火机 我们走了一个小时 到达目的地才发现不对劲 周围灌木丛生 树枝张牙舞爪 路也临寻难走 这根本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 别说驻扎物品了 连工作人员都没有 余威迷茫的看了看四周 怎么回事 人呐 李青 我们不会走错路了吧 陆明生冷静道 打电话吧 这一段路没有跟拍摄像 我们只能打电话联系节目组 但没想到手机也完全没信号 余威忍不住抱了粗口 草 什么鬼 他平时的人设都是乖乖女 单纯天真小白花 这一句脏话让李青跟方承安愣了一下 但这李青也不是什么善茶 他从里口袋掏出一包烟 余威看见也伸手 给我来一根 倒嘴才发现没打火机 草 李青暴躁地踹向一棵树 这特么到底什么鬼地方 那些人都死哪去了 我看了面不改色的陆明生一眼 他明明带了打火机 是个聪明人 方承安抬头看了一眼天 天要黑了 李青疯狂拿树出气 谁也没看到 灌木丛里 隐形摄影机闪着微弱的红色光亮 直播画面上是李青愤怒的脸 从两小时前开播开始 荒野十天十夜的直播页面 就挂在了视频热度榜榜首 现在更是达到千万观看 这才是这个节目的真正内容 用隐藏摄像机 记录艺人 在没有工作人员的情况下 真实的十天十夜 开播前保密内容做得很好 连艺人公司都不知道 拿烟姿势一看就是老烟枪 雨薇成言了好吗 怎么就不能抽烟了 呵呵 李青这脏话说的可真溜 楼上仔细想想 要是你被丢到荒野 第一反应也是骂人吧 就是 我们李青这明明是真性情 啊 李青叼着烟好帅啊 不过贝兰这么冷静的吗 我也是说 他好像是最冷静的一个 哎 他在找什么 我对着一棵倒下的大树 比划了一下尺寸 就开始用瑞士刀开枣 雨薇比一的看着我 你干嘛 找地方睡觉 李青不怀好意的走过来 你这点力气 要我帮你吗 我 滚 李青冷笑 一年前的事情你记到现在 不就是摸了你一把吗 至于嘛 说实话我玩过的女人 比你身材好的多了去了 他话没说完 我一刀劈开树干 瑞士刀在我手上转了个圈 刀尖正对他 李青吞了口口水 没再说话 弹幕炸了 刚刚 李青说了什么 去年被蓝打压李青的热搜 你们还记得吗 那次原来是李青XSR 我悠了 李青的粉丝呢 刚刚不还在叫吗 听听你们哥哥说的话 别说了 他防了 真让人恶心 能别这么早下定义吗 隐藏摄像机收音不好 他说的估计不是这个 脑残粉笑死我了 我要是贝兰 我早痛的弄他了 贝兰这黑锅背得真大 等等 刚刚我错过了什么 贝兰什么时候挖了这么大的树洞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一个叫蓝天的某站博主 贝兰的这操作似曾相识 陆明生呢 我又找了几片棕榮树皮扑在地上 把身子全缩进树洞 还算宽敞 一抬眼 看见陆明生坐在高高的树干上 已经用树藤编出了一个支撑垫 他低头跟我对视了一眼 不错呀 我挑眉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下雨怎么办 真下雨了 后半夜细细立立下起雨 我根本睡不着 雨薇他们不知道去哪了 我看见陆明生从树上下来 站在树下勉强躲雨 他这样子 让我想起一年前的一次颁奖典礼 我被公司坑穿了一件极其暴露的裙子 陆明生路过把他的外套随手抛给了我 然后光芒万丈的站上领奖台 我看着他 鬼使神差的开口 要不要进来 他犹豫片刻朝我走来 多谢 原本还算宽敞的树洞 再塞进一个成年男人 就显得拥挤了 我们只好紧紧挨着 我脖子都扭曲了 只听陆明生低声说了句抱歉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迫一个翻身 他从后面紧紧抱着我 身体严丝合缝 这才算舒服点 的确 这是最舒服的姿势 但后面传来的炙热温度 让我更睡不着了 但 与此同时 弹幕被刷屏了 你们不磕 我可就要磕了 啊啊啊啊 我磕到了 深蓝 CP 我现在开磕 楼上还真是不挑食 这都能磕 贝绿茶 离我们明生远点啊 贝兰滚啊 别找到机会 就勾引我哥 我真服了你们这些脑残粉 要不是贝兰 陆明生现在就是落汤鸡 我一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有预感 这节目会火 都两点了 竟然还有这么多人看 理清那个垃圾呢 切画面看看 楼上嘴巴放干净点 这说不定都是节目效果 没有证据不要乱说 是不是乱说 继续看不就知道了 一夜无眠 第二天蒙蒙亮 我就起来了 准备顺着昨天来的路线往回走 如果节目组也在找我们 说明还可以碰上 我没问陆明生要不要一起 他却心照不宣的跟上我的步伐 我们一直走到 刚开始下直升机的地方 也没看见人影 只看到边缘上龙树下 落了一张纸 背语打湿 但依稀能辨认自己 大概内容是 昨天暴雨侵袭 节目组的设备损坏 不少人都开始发热 情况严重 疑似传染病 病人急需治疗 大家只好紧急撤离 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有人来搜救 总而言之 我们就是被抛弃了 荒谬 但是事实 我只感觉 头顶有无数羊驼奔腾而过 大概是我仰头看天太久 陆明生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你在看什么 天晴了 陆明生 嗯 连老天都无语了 接受这个事时候 我决定既来之子安止 荒野求生而已 这不正好专业对口 我曾经的最长记录是 独自在原始森林生存了78天 最后是食盐用完才终止 这不跟回家一样 荒野第一天 得先找个可以遮风挡雨的住处 我带着陆明生往丛林深处走 顺手从龙树下挖了几颗茅草根 递给他补充淀粉 他愣了愣 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就接过来塞进嘴里 吃了才问 你这么冷静 好像对这些很熟悉 我睁着眼睛说瞎话 哦 我看电视学的 你刚刚吃的 我也不确定有没有毒 他嘴角扬起一抹笑 被你毒死的话 你得亏就一辈子吧 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能想起我 算起来我也不亏 只能说影帝不愧是影帝 这个接不言也能演起来 将近下午一点 我顺着昨天晚上休息地的地势 网上找到了一个山洞 但里面已经有人了 是李清他们三个 鱼微缩在角落 李清跟方承安在尝试钻木取火 我一看他们的操作就想笑 但还是什么都没说 转身就走 方承安看见我兜里的野果 率先开口 这些山洞足够大 你就留下吧 截止到现在 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了 想来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吃 都在强撑着 我考虑一下 没有更好的选择 就答应留下来 我把摘的果子递给方承安 李清也想过来拿 我一脚踹开他的手 这破果子你也看得上摸 比大明星摸过的果子 有比这更好的吧 你 李清铁青着脸 对上怒鸣深的目光 硬生生忍了下来 一定很快就有人来找我们的 你们可真没骨气 我有点好笑的看了他一眼 骨气 太天真了 荒野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饥寒焦破下 骨气算什么 想必鱼薇很快就能知道了 当晚等李清钻木取火一个小时 手全都起炮后 陆明深不急不慢地拿出了打火机 李清气急败坏 你他妈有这东西不早说 陆明深淡淡瞥了他一眼 你没问 然后加了一句 你问了我也不说 我没忍住在后面笑出声 第二天一早 我拿上刀准备出去找吃的 陆明深跟方承安提出跟我一起 我就教他们编了鱼笼 放在了昨天发现的河里 下午他俩去查看 我们放在树下的陷阱 我独立去收鱼笼 没想到李清跟了过来 这我不防 他突然从后面抱住我的腰 把我扑倒在河边 我肩背直接撞上碎石 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李清一边咒骂一边扒我衣服 贱人你有什么好嘚瑟的 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也敢这么横 你以为陆明深护着你就安全了 我现在把你上了 在暗河里淹死 根本没人会发现 哈哈怕吗 怕就求我呀 贱人 我怕你妈 我伸手抓住旁边的石头 就往他脑袋上狠狠一砸 趁他眩晕后 用牢记于心的格斗技巧 直接把他掀翻了 然后抓着他的头发 一把按进水里 你这种败类都能在圈内捞钱 给你花钱的那些人 脑子被屎胡了 刚刚数千万骂 李清人渣败类 猪狗不如的弹幕 突然停滞了一瞬 别骂了别骂了 孩子知错了呜呜 我草给他打往花了 一千多块钱 被狗都没这么亏 楼上请不要侮辱狗 我是真的脑子被屎胡了 贝兰姐姐赛高 从今以后我的钱 只为贝兰姐姐花 揍死这个禽兽啊 妈的气死我了 李清醒的时候 已经被我拿绳子 捆在了山洞里 大家都回来了 我一句话也没解释 把我抓到的鱼 都收拾一下烤了 分食物的时候 才把李清拖过来 鱼是我捕的 螃蟹是我抓的 牧鼠也是我挖的 我来分配食物 你们有意见吗 陆鸣声笑着耸肩 方程安掩摇头 我拿着一块烤熟的木薯 蹲在李清面前 想吃吗 他跟鱼薇饿了两天了 现在闻到食物的味道 就开始咽唾沫 李清还没说话 鱼薇连滚带爬了过来 我想吃 我微笑 你等着 还没轮到你 直到李清也点头 我一字一顿 那就把你入行以来 骚扰猥亵过的女艺人 女助理 或是其他什么人 怎么骚扰的 时间 地点 19年3月初 化妆间摸了我助理 我点头 不止一次吧 后来他抑郁正辞职了 19年1月初 公司电梯 李清垂下头 摸了你 继续 20年7月底 演唱会结束 我迷晕了一个粉丝 后来 我替他说下去 后来他自杀了 因为证据不足 根本查不到你 李清的声音越来越小 刚刚 河边 骚扰了你 我伸手一根手指摇了摇 友情普法 你那叫强奸未遂 看直播的网友沸腾了 卧槽卧槽卧槽 那个助理姐姐真的超级温柔 卧槽啊 这禽兽能能去死 我记得今年年初 李清还发视频 暴念那个自杀的女生 我真的要吐了 你晚上真的赶睁眼睡觉吗 有人报警吗 没人报警我报了 报警了 以受理 在我说完那句话后 陆明生的表情就变了 他大步走过去 拎起李清的衣领 就把他往外拖 我一愣 你干嘛 陆明生练不改色 陷阱用的鱼肉用完了 拿他顶上 这是法治社会 我看了一眼 李清 法律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畜生 李清直接白了脸 你们不会说出去的 我家很有权势 你们听说过的对不对 我爸帮我摆平了那么多事 现在一定在找人来救我了 我把牧鼠像猎狗一样 抛给他后就没再管他 而是看向 缩在另一边的鱼威 他刚刚目睹我问李清的过程 此刻也不喊饿了 我拿了只螃蟹 想吃吗 不 我不吃 我耸肩 那好吧 我跟陆明生 方承安勉强填饱肚子后 就各自去睡了 很快到荒野第三天中午 今天我抓了一只两斤重的鱼 还有不少野狮子 饱餐过后 我按流程问鱼威 他再也扛不住了 哭着说要吃 我点头 我就一个问题 我盯着他 眼里的温度降下来 三个月前 我养的那只三花猫 是不是你弄死的 鱼威浑身一僵 看了李清一眼 好像被安慰到一样 哽着脖子说 是又怎么样 谁让他畜生自己 跑来我的化妆间 我一伸手 他还以为我要给他吃的 立马就过来用脑袋蹭我 他说着说着 就兴奋起来 我摸着他的脖子 好软 好像我一使劲 就能捏断一样 他呼吸急促 我慢慢收紧手指 看他在我手里挣扎 那种快感 是我拿多少奖都给不了的 我冷冷看着他 所以公司附近消失的流浪猫 都是你叫人抓去折磨死的 鱼威回过神 你怎么知道 我嫌恶地把一条鱼丢给他 鱼威看向陆明生 跟方承安 他们脸上都是毫不掩饰的嫌弃 鱼威像是被刺激了一样 气急败坏地大喊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 觉得我恶心吗 你们肯定也有一些 难以启齿的爱好对不对 都是同一类人 你们凭什么觉得我恶心 陆明生没再理他 转身过来 帮我检查明天的补衫机工具 方承安犹豫了很久才说 我也养猫 每次工作回家 我的猫都会热情地过来迎接我 就算再累 他用脑袋蹭我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好像明天可以再努力一点 他顿了顿 我跟你不是同一类人 而后道 你也的确挺恶心的 此时弹幕无数爱猫人士彻底疯狂 虐猫不得好死 我特么要杀了他 我气死了气死了 我真的一边打字一边流泪 我的小猫在我旁边睡得正香 有的小猫却被人虐杀 他妈的盛世有病 我真的哭得好大声 去死啊 以前粉过于威 真是我瞎了眼 谁凭的国民闺女 虐猫闺女 对不起 昨天我对方承安的声音大了点 从今天开始我要粉他了 他真的好真诚啊 我哭了 等等 没人粉贝兰吗 直播间弹幕突然涌出一片 霉红色贝兰应原色字体 谁在呼唤我 谁在呼唤我 于威不知道为什么 情绪突然失控 爬起来就要来推我 却被陆明生挡开来 他像疯子一样大叫 贝兰 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 你凭什么站在这高点审判我 他疯狂踹我们的东西 你们走 这个山洞是我找到的 您不准在这 我就静静地看着他发疯 然后收拾好东西 如你所愿 陆明生接过我手上的东西 先一步迈出去 走吧 方程安也选择跟我们一起走 李清跟于威则留在了山洞里 对我们留下的一点点食物 开始争抢 狼吞虎咽 我们在一个高度适中的地方停下 这地方我昨天就看中了 最适合搭建木屋 跟陆明生他们说了我的想法后 他们撸起袖子 就出发去找书干了 一点怨言都没有 我不禁感慨 几天前这两人 一个是三斤隐蔽 拿奖拿到手软 一个是爱斗转型演员的代表人物 势头正盛 现在却灰头土脸 再给我披木头 玄幻 太玄幻了 趁他们找木材的时候 我去查看了 早上放在林子里的陷阱 没想到这次运气好 有一只野山鸡 晚上吃烤山鸡 山鸡还没熟 一片寂静中 传来一声咕噜噜的声音 方程安不好意思的捂着肚子 抱歉 太饿了 我熟练的翻面 马上好了 他看了我一眼 脸莫名有点红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连杀鸡都会 你别污蔑我 鸡是陷阱杀的 我只负责处理 方程安笑了笑 李清他们吃东西 都要满足你的要求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你有什么要求 我一定完成 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上下打量他 眯起眼 我看过你去年演的剧 身材不错 我有点好奇 方程安愣了一下 然后站起来红着脸撩开衣服 呃猴 1234567 不错 八块 发生这一系列对话的时候 陆明生一直盯着我一眼不发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 在看见他时 他路过我 装作无意的脱掉上衣 我瞄了一眼 哇哦 他若无其事的说 衣服湿了 在火堆旁烘干 哦 你陆明生挑眉 怎么 哦 小心着凉 陆明生 整片弹幕 凑不出一个裤衩子 嘶哈嘶哈 啊啊啊 要躺在哥哥的腹肌上打滚 陆明生可是连拍戏都不脱衣服的呀 贝兰你好浮起 此刻真的好想浑穿贝兰啊 突然理解了 古代帝王选美人的为难 哈哈 陆明生这不蠢蠢孔雀开屏吗 陆明生也太冥想了吧 陆明生跟方承安 到底选谁呀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全都要 我不管 我的身蓝 CP是真的 贝兰独美好吗 原本要搭这样一个木屋 我一个人需要整整三天 但有了陆明生跟方承安 第二天就成行了 于是我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去找食物 这是荒野第五天 白天往更南边走了走 找到了几颗盐酸果 可以补充一点盐分 还有一大颗成熟的大果蓉 果子成红 看起来很有食欲 这是这几天来唯一一个甜品 我满载而归 却在路上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于薇 她衣服破了 头发散乱 像是在躲避什么一样 在复杂密林里逃窜 看到我 她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 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哭喊 救命 救救我 你们带着我吧 我什么都能干 我帮你们干活 给我点吃的就行 求求你 我撇到她领子里 轻轻子子的痕迹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李清虽然没有荒野求生的经验 但好歹有成年男性的体格 她搞点东西 吃不会特别难 于薇就不一样了 她如果依附李清 就得付出代价 而这代价 被数千万观众目睹了 虽然制作方在必要地方切掉了画面 但傻子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于薇跟李清的微博粉丝 呈现断牙式下跌 代表合作方纷纷发文解约 各大商场 街边店面 迅速销毁了两人一切代言海报 而贝兰原本聊聊200万粉的账号 这一页涨了1000万粉丝 各类代言纷纷找上门 原公司直接炸了 老板怒气冲冲找到高管 把电脑的直播画面丢到他面前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个什么综艺 这种综艺你也敢给于薇接 公司谁不知道 于薇是大老板的金丝雀 高管冷汗下来了 我 我这就通知法务部门联系他们 法务走了半天 在得知这个综艺背后真正的投资人时 老板摊在椅子上 没用 这压根不是综艺了 他叹了口气 是豪足的一场游戏 我不打算管于薇 但他跟着我走到了遮蔽所 我丢下一句 要吃的就自己去找 陆明生更不搭理他 于薇就一步步离地跟着方承安 方承安心软 把自己的食物分了一点给于薇 荒野第七天晚 方承安去河里查看鱼龙回来时 浑身都湿了 一问才知道 是于薇非要在河边洗头发 结果狡猾差点栽下去 方承安为了拉他自己没站稳 栽了进去 我皱眉 赶紧把湿衣服脱了烘干 小心着凉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方承安第二天就发起热 再慌也最怕生病 我用自己做的瓦罐给他烧了水 但热迟迟没退 没办法 我去附近找了一点清肺解毒的草药 熬了让他喝下去 又把他放在火堆边取暖 历经五个小时 方承安终于退烧了 于薇心虚地说 我去给他找点吃的 我觉得不对 一把拉住他 发现他怀里藏了两颗果子 这是方承安昨天晚上的食物 我怒火中烧 扯着于薇就要跟他理论 他挣扎间口袋里掉出来两个药片 于薇的脸瞬间就白了 我掀他一步捡起来 是两片布洛芬 昨天晚上方承安烧得那么厉害 他竟然都没考虑过拿出来 于薇耿着脖子狡辩 这是我预防姨妈痛的药 我当然要给自己留着 有错吗 我把药递给他 你还是走吧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 我怕我哪天忍不住就抹了你脖子 毕竟这荒山野岭也没人知道 于薇向陆明生装可怜求救 陆明生皱眉 你不知道吗 于薇一愣 什么 陆明生朝我抬了抬下巴 他摸你脖子 我给他递刀 于薇把最后的希望放在方承安身上 方承安刚刚就醒了 此刻看都不看他 滚吧 此刻的直播屏幕 飘满了网友们对于薇的谴责 与此同时 有三方势力迅速崛起 一是深蓝字体的贝蓝陆明生CP粉 一是橙色字体的贝蓝方承安CP粉 还有蓝色字体的贝蓝尾粉 三方吵得不可开交 深蓝CP是真的 橙蓝才是真的 我姐姐毒美 网友们还在凑热闹的时候 警方找到节目组交涉 声称节目类型违法 要求迅速结束节目 将两人立案调查 李清涉嫌多次PC组织行动 而于薇在海关扣下了他的包裹 里面有毒品 后来综艺背后的强大资本出面 列出节目合理化的种种证明 将李清于薇的逮捕 定在节目结束的那天 网友们沸腾了 于薇没走 她还是个聪明人 甚至一旦离开我们 就真的生死难料了 所以她就躲在我们地户所附近 每天捡点我们吃剩的东西 一周前还是光鲜亮丽的国民闺女 现在神经兮兮 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木屋也因为不稳固她了一半 荒野第九天的晚上 我跟陆明生 方承安只好挤在 另一边玩好的地方睡觉 但怎么睡时的问题 陆明生跟方承安 抢着睡中间 谁也不让谁 最终由我拍板决定 我睡中间 可惜我睡相不太好 晚上迷迷糊糊中 我就一个翻身 手搭在某人腰上 一时迷糊还以为是我家的抱枕 就大胆地摸来摸去 我为非作歹的手 突然被按住 我立马醒过来 还没回过神 被一人拦腰抱起来 跟他换了个位置 陆明生从后面揽着我 在我耳边低声说 对我动手动脚 我 我可以解释 这一天 被定为深蓝CP的纪念日 彻底疯狂 荒野第十天 因为不知道 我们还要在这荒野生存多久 我决定先找木材修补遮蔽锁 眼看着一棵树粗细势中 我拿出刀 熟练地把树干砍了 递给陆明生 他接过去 突然顿住 不对劲 什么 我走过去 顺着他的目光 看见树干间 有一点小小的暗红色光亮 我拿刀劈开 凿出一个小巧的隐藏摄像头 不怪我们这么久都没发现 这摄像头是嵌在树干里的 周围还用树枝填充 根本看不出异常 一想到这片密林 不知道有多少个摄像头 只觉得汗毛耸立 我缓缓意识到 我们好像被坑了 陆明生 很明显 曹 天空突然传来轰鸣声 我抬头看过去 数十架直升机 从我们头顶飞过 往空框处飞去 我跟陆明生对视一眼 疯狂跑过去 数十架媒体 争先恐后从直升机下来 争抢对我们的第一采访权 贝兰 贝兰 一向抢手的录影的 罕见被冷落了 满面红光的综艺负责人 一看见 我就要热情的来拥抱 亲爱的 恭喜结束 荒野十天十夜的拍摄 圆满结束 欢迎回归 我一拳倒在他肚子上 不管现场来了多少媒体 直接对着他猛踹 去你妈的恭喜 陆明生默默伸手 挡住了拍摄的摄像机 节目组精确找到了方承安 他得知真相后 先是一脸茫然 你们找人帮我喂猫了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 才开始流泪 你们真他妈丧心病狂 至于李清跟于薇 被找到的时候 两个人精神状况都不太好 甚至都不知道 隐藏摄像头的事情 李清更是又哭又笑又骂人 以为终于获救了 他裹着毯子 从我面前路过 恶狠狠地盯着我 咱们走着瞧 他不知道 机场有警方正在等着他 以后估计没有走着瞧的机会了 从荒野到C市 全程在飞机上 于薇跟李清不知道外界情况 李清还在挑三捡四嫌准备的 餐食难吃 叫骂着让人给他弄吃的 工作人员幸灾乐祸地看了他一眼 李大明星等到地方再吃吧 有更好吃的 俗称劳饭 李清气急败坏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谁 你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而于薇甚至吵着 找化妆师给他化妆 出机场的时候 他趾高气扬地瞪着我 贝兰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只要在我粉丝面前挤挤眼泪 他们就可以把你网报推圈 我呜了一声 我不信 我们从C市国际机场的VIP通道出来 浪潮一样的人群 直接朝我们涌来 我猜想应该是陆明生 或者方承安的粉丝正要躲开 却看见他们拿着蓝色应援牌 疯狂大喊 贝兰 贝兰 我爱你 贝兰姐姐 看我 啊 姐姐看我啦 姐姐好漂亮 我愣在原地 陆明生接过我自己拎着的包裹 我不解的看了他一眼 只见他嘴角带笑 我在蹭热度 哦 那你可真棒 被人海淹没前 我看见不远处的李清 跟于薇被警方拦截 他防粉丝 以及受害人亲属 拿着棍棒要讨说法 李清的脑袋直接被砸了一棍子 他叫骂着要找他爸 殊不知 他爸的公司正在被网友们疯狂调查 扒出了大量偷税漏税 豆腐渣工程 已经要破产了 至于于薇 情急之下说出 他跟娱乐公司老板的不正当关系 向老板求救 为了自保 公司直接起诉他诽谤 连带合约内违约 除了劳饭 他同时背负了大额违约金 这辈子算是毁了 但这些跟我都没关系了 回到C市 我吃完东西好好睡了一觉 说实话 这十天求生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折磨 但娱乐圈这肮脏的环境让我恶心 李清跟于薇被逮捕 李清家里发动大量人力财力 起诉节目组违法直播 监禁人身自由 节目组只轻飘飘甩出一张合约 是当时的签约合同 直播形式由节目组全权敲定 一人放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玩了文字游戏 连起诉都没有办法 当初的直播甚至开通了 数十国家的播放渠道 至今已经赚了数百亿 背后 是国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大佬 在PC案件开审当天 李清对着镜头红着眼质问 这场直播毁了我的前途 大佬甚至轻飘飘甩出一句 你的前途 对我来说一文不值 你以为是我毁了你吗 不 你是自食恶果而已 而我 一夜爆红了 直线上升的粉丝数量 被挤爆的私信 还有原公司苦苦哀求续约 数百代言一个接一个的找来 但人红是非多 网络上逐渐有了另一个声音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次直播后贝兰成了最大受语人 连路名声都成了她的陪衬 细思极恐 贝兰跟背后大佬到底什么关系 我现在越想越不对劲 她一个女艺人 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 野生求生知识 还有那些草药 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具备的常识 细思极恐 有理由怀疑贝兰手持剧本 心机表不是白叫的 闺蜜义愤填膺 拿着这些留言来找我的时候 我正在收拾行李 你在干吗 我动作没停 很显然 收拾行李 明明一声卧槽 你真不干了 那你去拿 我挑眉沙周密林 就算是给自己一个奖励 我休整了几天后 带着包裹就去了沙周密林 开启了我为期一个月的独自荒野求生 不得不说 连荒野的老鼠都比那些脏人可爱 我带了足够的电池 还有摄影装备 信号器 打开了尘封两年的某站账号 刚开播的时候 直播间人数寥寥无几 我把摄影机带在头上 往密林深处一边走一边说 Hello大家好 两年没见了 我又回来了 这次我来的是沙周密林 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求生历险 在此期间我会不定时直播 直播间人数突然暴增 弹幕飘过一些字眼 蓝天 你终于回来了 卧槽 卧槽 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看到你直播 啊啊啊啊我火速赶来 请问是贝兰吗 这个弹幕一出来迅速跟了几条 真的像 声线也很像 博主录个脸吧 贝兰 肯定是贝兰 楼上别乱任行吗 你家姐姐什么德性 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自导自演一场自播 好不容易把自己变成顶流 现在忙着圈钱呢 就是 哪有时间去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别碰瓷人家博主行吗 这些弹幕我都没看到 我一般直播都是单项 只负责播不接收回馈 因此也错过了 有一个叫深海的账号 默默打赏几百万 成了直播间的榜一大哥 每天从不发言 却在我开播的时候准时到达现场 我在密林待了29天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躺在搭好的木屋上 吃烤鸡罕见的跟直播间互动 说实话我都不想回去了 我在待十天怎么样 我饶有兴致的做起来 同意的扣一 不同意的扣二 我话音刚落 弹幕飘过满屏的一 正合我一 我刚要确定 突然榜一大哥空降 连续砸了22222个火箭 直播间寂静了一瞬 然后迅速沸腾 我责了一声 没办法 大家看来这是天意 这次的直播到此为止了 有缘再见 我又回到了C市 第二天 锦号被拦 蓝天锦号的词条就上了热搜第一 是一个粉丝 把我的声线跟蓝天直播间的声线 做了技术比对 还有偶尔出镜的手 有重合的疤痕 于是全网都在传我就是我 嗯 这话听得有点奇怪 但还有人不买账 是李清还有余薇的脑残粉 听说李清余薇进去之后 两家脑残粉厌不下这口恶气 以打击我为目的 联合成了一个团体 现在正在网上疯狂买水军 贝兰就是一个到处碰瓷的贱人 贝兰去死啊 忽穿地心 连人家专业博主都想碰瓷 你看人家理你吗 你自己买热搜尴尬吗 你以为把李清余薇搞垮你就能火 做梦吧你 小偷永远是小偷 贝兰就是蓝天 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我看着这些评论 内心很平静 说实话 我也不想把贝兰跟蓝天那个账号绑在一起 一开始用那个账号直播单纯是兴趣爱好 我不想把我唯一的净土搞得乌烟瘴气 也就没再管 但我没想到 那些人以为我不澄清就是心虚 于是 他们得寸进尺了 去公司解约那天 我刚从公司出来 一大堆记者蜂拥而至 他们七嘴八舌的说 贝兰 听说你就是蓝天对吗 贝兰你证明一下吧 贝兰听说你背 Ut娱乐单方面解约 现在面临无处可去的局面是吗 公司放出消息说你人品低劣 还有各种证明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突然有人从后面帮我挡开那些记者 一件外套罩在我头上 熟悉的薄荷香让我稍微回过神 只见路鸣身护着我 淡定自若地面对那些镜头 被单方面解约 我倒是可以替他回答一下 贝兰是我私深海娱乐 花仲金从Ut挖过来的 是我私的头部艺人 我们将花仲金培养 因为他的人品方面我可以担保 他看了我一眼 他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 我愣了愣 想到了榜一大哥 深海只怕不是碰巧 人群里突然有人突兀的叫一声 你根本就不是蓝天 有人可以作证 大家的视线都被吸引过去 只见一个戴眼镜的圆脸姑娘 愤怒地看着我 然后拿出手机对准我 手机上是一个直播画面 里面的人我认识 国外著名荒野求生博主凯文 以前在一处东南亚荒岛上 我们碰见过 也就成了朋友 那次他在我的直播里出过境 所以他是唯一一个 大家知道的 认识蓝天的人 女生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我蹲了好几天 终于抢到了跟凯文的直播连线机会 你敢不敢跟他连线 他肯定知道 你是不是蓝天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 你确定吗 他冷笑 你不敢 我面不改色 你连线吧 他迅速打开连线通道 凯文那边正在海边 我对着镜头笑了笑 用英语跟他打招呼 好久不见啊凯文 凯文猛地凑近镜头 一脸吃惊 蓝 怎么是你 他高兴地手舞足蹈 你半月前的直播我看了 我给你打榜了 但没抢过那个叫深海的榜一 该死 我默默看了陆明生一眼 他倒是心里素质好 面不改色 我敷衍道 我这边还有点事 有时间在联系 凯文那太好了 我还记得你之前教我的中国话呢 然后他自证腔圆地 说了一句卧槽 气氛一度很尴尬 我挂断连线 而后看向女生 你满意了 他手足无措 红着脸跑了 记者们反应过来 再次疯狂涌过来 我在陆明生的帮助下 上了他的保姆车 不出意外 今天微博要瘫痪了 车里 我看了陆明生一眼 你们什么时候挖我了 他递过来一纸合约 想不想接戏都看我自己 要是接了戏演得不痛快 随时可以走人 公司给我兜底 一年有四个月假期 供我自由活动 还有最后一条 老板陆明生无条件供我驱使 我抬眼看他 你确定 这是我的经济合同 当然不是 这是卖身器 他顿了顿 笑起来 我的 当初入行 我是真的对这一行业很热爱 可惜后来 被公司折磨得心理交瘁 如果有个好冬价 我觉得退圈的事 倒是可以缓一缓 不久 有个电影找上我 听说背后的投资人 就是荒野十天十夜的金主大佬 我看到剧本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这是个关于荒野求生的题材 主创人员都是圈内一等一的大牛 是冲着拿国际奖去的 而当时余威 李清得到了内部消息 给这部电影投了资料 所以那个综艺并不是偶然 更像一个考验 背后资本顺便赚的盆满钵满 因为综艺的是 我多少有点隔音 但没想到 金主直接给我的酬劳翻了十倍 并说只要我出演 我可以担任组里的技术顾问 一切荒野内容由我全权把控 如果我不接 这个项目会无限期推迟 这个消息放出来 全网轰动 就连电影导演 拿遍国际大奖的余岛 都发了微博 静候佳音 可谓给足了诚意 最后我还是答应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陆明森是男主角 而方承安是男二 这是他们经历了 这么多英德的机会 电影拍摄了两年六个月 上映当天急火变全球 两个月后 我穿着得体的礼服 光芒万丈的站在国际领奖台上 看着面前闪烁的美光灯 只觉得恍如隔世 最前排做了一位穿花衬衫的中年人 打扮随意的像是逛街累了 进来歇歇一样 颁奖嘉宾说 想必在场的大家都不认识 这位先生就是荒野24页的全额投资人 魏先生 贝兰小姐 如今你获得这个电影界最高奖项 离不开魏先生的赏识 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原来这位就是幕后大佬 一手毁了李清跟余薇 又一手把我捧起来 俗称我的伯乐 我笑着对准话筒 此刻只想说 你他妈真是个人才 全场寂静一瞬 魏先生笑着鼓起掌 刹那间掌声雷动 就在后门处 陆明生手里拿着我的包 正耐心的给台上了我拍照 有工作人员路过撞上他 不好意思 工作人员认出来 一脸惊喜 陆明生 我的天啊 陆先生您是找不到座位了吗 我这就带您过去 陆明生把食指抵在唇上 做了个晋升的动作 然后笑了笑 不是 看向台上的我 我在闪光灯下回望 不由自主笑出来 他挑眉 我是来给他当助理的 范外被蓝陆明生片 我错了 我真错了 如果一开始 我果断退圈 不接受陆明生的软磨硬炮 我就是一个自由的小蓝天 也不用在假期里 去原始森林后面 还跟着小尾巴 我转头看了一眼 陆明生背着包裹 全副武装的跟在我后面 时不时小心避开那些荆棘 多怪我 前段时间使唤他太过了 一时心虚就答应了 这次来西部原始森林带着他 还能怎么办 惯着呗 这是荒野二十四夜 开拍前最后的假期 总不能现在回去吧 虽然也算是经历过一次荒野 陆明生对这环境 还是不太适应 见他往上爬得太费劲 我有点看不下去 便朝他伸出手 要我拉你吗 不 他语音一顿 看了我一眼 一脸坦然地握住我的手 多谢 结果到平坦处也没松开 哦 我看看手又看看他 陆明生便不改色 我腿脚不太利索 你不介意的话多带带我 我 多谢 行吧 看在我还在你公司 你给我发钱的份上 照顾一下老板有问题吗 完全没问题 时间还早 我就先找地方搭庇护所 想着陆明生有上次的经验 这次可以全全交给他 我就把怎么搭简单说了一遍 出发去找吃的了 回来的时候 我看着简陋木床 陷入沉思 不是说 这中间用木头隔开 晚上我们可以一人睡一遍吗 陆明生点点头 是这么说的没错 我不解 但你现在没隔呀 陆明生 我搭到中间的时候 累了 所以 我没骗你 我真的很虚弱 你后面可要保护好我 你清醒一点啊 你在大荧幕上是硬汉啊哥哥 天都黑了 现在往里插木头 显然不实际 我叹了口气 算了 就这么睡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陆明生简直要睡左边 我夜里被蚊虫摇醒 去他那边找草药的时候 才发现 那边是风口 林中温差大 白天还算炎热的温度 晚上就有点冷了 而陆明生 抱着胳膊皱眉 显然睡得并不安冷 就为了给我挡风 这傻子 我心情有点复杂 怎么 他突然出声 闭着眼睛 嘴角却微微扬起 我知道我睡觉的时候很帅 但你也不用看这么久吧 我笑了一下 是挺帅路隐地 差点就被你诱惑了 说完我就回到旁边 准备继续睡觉 余光却看见 背对着我的陆明生 耳朵微微红了 我也没说什么吧 我们在森林里待了五天 第六天 我找到一层可实用骏子 还在西边补到了田击 想着反正也带着电池信号器 就开了直播 做田击顿骏子 我没想到 直播刚开就被挤爆了 贝兰 我来了 贝兰贝兰贝兰 啊 姐姐我来了 自从上次我的身份 被凯文证实后 我就没再特意藏着 这次更是架着直播设备 自顾自做起晚饭 你肩膀怎么了 饭快好的时候 陆明生的声音从后面响起 他去取云龙刚回来 我摸了一下后肩 一阵刺痛 是抓田击的时候摔了一跤 擦破了皮 我随口道 没事 转头就看见他 拿出一只红梅素软膏 你怎么还带着东西 你这不是犯规吗 当然不是 他挑眉 我又不是来荒野求生的 我 我是来给你当保镖的 他偷偷带了很多必需品 我知道 但这都用上不是野炊吗 这还怎么玩 我拗不过 他只好任由他 把我拉坐下 给我的伤口清洁抹药 大概察觉我不是很高兴 他说 我尊重你的爱好 你的坚持 我曾经隔着屏幕 见过你在荒野大放异彩 见过你在恶劣环境下 迸发的生命力 我被你吸引 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地方 他这样直白的表白 让我愣了一下 陆明生手上动作不停 继续道 正因如此 所以我会担心你 就仅此一次吧 当作我强迫你犯了次规 以后你的冒险我不会干涉 但会尽我所能保证你的安全 过了好一会 我才问 你深海的账号 四年前就给我打赏过吧 深海是我直播间的第一位观众 我一直寄到现在 吃完饭没一会 我们就睡下了 第二天起来 我发现早就没电的直播设备 这才想起来 昨天的设备一直开着 这事儿大了 这次求生只好中断 返程途中 我登上微博 发现微博一天内瘫痪了两次 热搜榜被我跟陆明生的名字霸评了 警号贝兰陆明生荒野求生警号 警号贝兰陆明生警号 警号陆明生深海的警号 警号陆明生深情告白的警号 警号贝兰陆明生kswl警号 警号陆明生偷亲贝兰警号 这个词条 我点进去 看到网友节的直播片段 是昨天晚上 我睡着了 而陆明生看了我很久 在我额前印下一吻 这个词条爆了 6月18日 警号陆明生偷亲贝兰警号的词条 在热搜榜首挂了整整一天 网友讨论过意 整个微博都被CP粉占领了 双方围粉大力出击 吵得不可开交 晚上8点的时候 贝兰发了一条评论 贝兰警号陆明生偷亲贝兰警号M 当事人醒着的话 好像不叫偷亲吧 佩图是飞机上 两人食指交握的手 陆明生随后转发 人在荒野 刚下飞机 是的 我们在一起了 微博再次瘫痪 当天晚上 维护微博的程序员们 成了两人最大的黑粉 番外 魏先生偏 我是一个商人 47岁的时候 我拥有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财富 但是应了那句话 我除了钱一无所有 我在年轻时遇到过一个女孩 那年我20岁 在做木材生意 跟团队去森林勘测的时候 她明媚张扬 在森林里奔跑回眸 像只小鹿 我有点喜欢她 但当时野心勃勃 一心要用成功向家族证明我自己 所以我为了木材 罚了大片森林 她一山吃山的家乡 只好另外寻找收入来源 我曾邀请她跟我一起离开 但她拒绝了 她那时的眼神我至今都记得 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再后来 我拥有了无数财富 我没有结婚 没有子女 跟家族断绝关系 没有任何牵挂 我甚至会看着我的资产陷入沉思 不知道我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所以我开始找点有意思的事 我开办慈善基金会 大量资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在街头闲逛 随手挑一个顺眼的人 让她无意中个大奖 我在网上到处留言 说我可以实现愿望 只要有人找我 我都会满足 毕竟 钱是万能的 有一天 一个20岁的小姑娘给我留言 问我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 我问她在哪 她说在天台 说风很大 但她好像就要获得自由了 我说可以帮她实现愿望 她说 如果真的可以 她希望 如果法律没办法惩罚的人 会有神区惩罚 这个小姑娘自杀了 在给我发完消息的当晚 从天台跳了下去 我翻看了她的微博 她控诉被一个叫理清的艺人QJ 但她的微博破天带地 都是粉丝的谩骂 且微博内容也很快被删除 空空如也 就像她这个人 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这时候我想 我好像找到了新的乐趣 那就当个神玩玩吧 我动用我手下的娱乐产业 开始筹备一个叫 荒野24页的电影 以及一个 荒野十天十夜的综艺 我说 全角我要自己来 这很有趣 我开始混迹一些拍摄现场 颁奖典礼 明星聚会 商务活动 那段时间 我接触了很多形形色色的艺人 但他们都不够有意思 直到有一天 我路过一家娱乐公司的楼下 看到一个小姑娘在位流浪猫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让我想起一个人 贝兰 走了 来了 她走了 我知道了她的名字 贝兰 流浪猫吃完猫粮 在我脚边打个滚 然后欢快地钻进草丛 我却听见一声惨叫 我寻声看过去 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 把猫四条腿绑着塞进麻袋里 然后走到了角落的保姆车前 车门打开 一个长相精致漂亮的姑娘坐在里面 她说 让你抓个猫这么磨蹭 微微姐 这附近流浪猫越来越少了 贝兰又总来位 不好抓呀 废物 她让男人把猫拎出来 猫再剧烈挣扎 她用染着指甲的手掐上猫的脖子 表情逐渐扭曲 猫断气了 像一块破布一样被丢进了草丛里 我想 我找到了参加综艺的人选 还剩最后一个 我选择了那个叫陆明生的后辈 他过于无趣 这才是他最有趣的地方 他没有不良的兴趣爱好 没有脏乱私生活 从不去任何娱乐场所 甚至为人也挑不出一点错 哦 他有一个习惯 闲暇的时候 总是看一个求生博主的直播回放 即使看过许多次 也乐此不疲 根据我查到的信息 那个求生博主 正在我的邀请嘉宾名单上 那把他们俩放在一起 就更有意思了 这个综艺大胆又刺激 不出我所料 综艺火了 与此同时麻烦找上我 为此我又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摆平 但是无所谓 我穷得只剩钱了 综艺结束那天 我扮成工作人员跟直升机去了荒岛 看着贝兰暴打负责人 我默默松了口气 还好没扮成负责人 等人都齐了 贝兰左看右看 大概看我比较闲 就过来递给我一部手机 这是山洞里理清犯罪证明的录音 如果直播收音不清楚 无法定罪 这个可以 麻烦帮我找个证物带 到机场交给警方处理 我愣了一下 那一刻 我确定了我电影的女主角 她跟她太像了 这场游戏我玩得很开心 电影上映那天 我看着台上的贝兰 主持人问她想对我说什么 她说 你他妈真是个人才 我笑了 说实话 这是我这辈子 听过最动听的荣耀 典礼后 她找到我 问我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一切 我说 因为人活着 我看着她背后的陆明生 这小子正警惕地盯着我 我突然就来了乐趣味 故意凑近了一点背蓝 在她耳边说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 这世界很美好 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神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怜人 爱人和被爱都是恩赐 而我 只是一个孤家寡人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